吃了得从冰河世纪开始减肥的热量炸弹 要不是给你们展示我都舍不得掰开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果 今天是超级超级超级久违的甜品剧 今天好好放肆地吃一吃甜品 刚好姨妈气结束了嘴可馋了 抹茶卷 它这个流浆状态真的 你们要是不嫌买它的话 也把它稍微就拿微波炉打热一下再吃 真的很爽很爆浆 这个抹茶味特别特别重 吃不赢了 这个抹茶是有点微苦的那种 吃起来完全不会腻 这太失望了 接下来尝尝我从来没有吃过的萌麻包 是黄芝士的终于能够感受到传闻中的 吃了得从冰河世纪开始减肥的热量炸弹了 里面还有肉松 好吃这个一点都不腻啊 中间这一层芝士的夹心超级厚 今天配的是冰美式 冰美式超级配甜品 鲜苦后甜 大口吃甜品也太辛苦了 接下来再尝一尝这个抹茶可可味的萌麻包 看一下它里面这一层 里面的馅料也贼厚 要不是给你们展示我都舍不得掰开 这是抹茶芝士 哇 哇 吃起来还有一种老奶油的感觉 中间这一层 这个就 不怎么甜 有点像吃绿豆抹茶糕的感觉 吃不了甜的可以吃抹茶的 吃得了甜的直接冲汁式的 还有几个巧克力哈豆 这是我第一次吃哈豆 这个是不是得加热啊 这边有完整的一颗巧克力 有点空口吃巧克力的感觉 但是也不腻 有点变牙齿 吃一个老牌酱多多吧 哇 这个是酥松紫米的 嗯 还是那个味道 酱多多真的 一段时间不吃就疯狂疯狂的馋 然后吃一顿就能顶很久很久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重量 这个应该还是阿瑶先生他们家的 这个好像就是酥松爆浆的 酱都从里头出来了 哇 这是咸蛋黄爆浆的这个好好吃啊 那边是咸蛋黄 这个咸蛋黄巨香 换一换又能吃抹茶口味的了 这个是黑筋抹茶的 然后你看这个是黑色的 哇 里面有一条洞洞 哇 里面有一条布丁 这个好好吃啊 我以为这一层是奶油 没想到它是布丁 一共有六圈 这个也是微甜的 吃甜品 叛递的朋友们可以买抹茶的 它都有点微苦 可以中和一下它的甜味 身体被操控了 最后来尝尝这个陵野瀑布 这是我吃酱多多系列的第一款产品 这会太阳晒进来了 傍晚了 太阳要落山了 我每次吃这个 这种马蜀盒子 我都觉得已经不像在吃甜品了 我像在吃饭 还吃特别豪华的饭 这个真的 里面的馅料超级丰富 有紫米 蛋糕胚 肉松 马蜀 各种各样的酱 都粘嘴 看一下这个痕截面 好了 不能再吃了 太过分了 再吃头要晕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要给我点点关注哦 你也是要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我再爱你们